關心完了之後,看一下 留言現在7nm,現在變成了1nm 要買哪呀? 華為手機,夭夭你先!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又輪到德國傷害了中華民族的感情了 德國鞋子愛迪達在淘寶上放了一張圖 結果小粉紅認為這張圖就是魯華 原因是德國的鞋子將象徵中國的瓷器China 給踩在了腳下,這不得了啦 鄙視中國是嗎?讓我們回憶起 德國侵占山東領土侵島是嗎? 所以痛罵愛迪達啊 還說你們有本事就踩一下蒙娜麗莎跟自由女神啊 我真的覺得非常搞笑 這樣也可以玻璃心,這樣也可以幻想是 德國把愛迪達作為一個象徵品牌 然後再侮辱中國,玻璃心幻想可以不要那麼嚴重好不好啊? 而你們是不是忘了貴國在2021年啊 大規模的抵制愛迪達跟Nike 原由是這個新疆棉所導致的對吧? 結果全都是口嗨 這兩家廠商打出新款跟打折優惠 滿滿的人潮啊! 當時不是一堆中國人在拍在痛罵 欸不是說要抵制嗎? 怎麼一堆人都去排什麼愛迪達啊? Nike啊! 你們那個時候還說要支持國產的李寧牌子 結果旁邊就是李寧的店,空無一人 跟現在的華為店一樣,裡面幾隻小貓而已 歷史啊!不斷的在中國重演又重演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接二連三的噁心人阿迪達斯你真是太過分了 據中國新聞週刊9月27日報道 近日有網友在阿迪達斯官方旗艦店頁面發現 一款商品的展示圖片為鞋子踩在一個彩桃湖上 據查詢鞋下踩的這個彩桃湖呢 與1974年出土於泰安大問口道指的彩桃湖文物高度相似 有網友說把我們的文物踩在腳下 這不就是把我們的臉踩在腳下嗎? 面對網友的質疑 阿迪達斯官方客服回應已經收到了反饋 目前已經改進 該鏈接的商品展示頁已經更新 沒有道歉沒有說明 只是輕飄飄的一句已經改進 誰給你的傲慢 這已經是阿迪達斯第二次在中國作妖了 如果紅心爾克發和宣傳圖片 用鞋踩著德國博蘭登堡門高度相似的東西 德國人能不能也包容一下 我想說看似是一個廣告 實際上是外國企業在試探中國消費者的底線而已 新疆常榮原事件至今沒有公開道歉 我們的文物我們的文化更不容外國企業隨意踐踏 我們的文物不容許別人隨意踐踏糟 誒那文革破壞的是什麼 摧毀多少中國古代的這個文物跟廟宇 還有這個歷史建築 甚至你們中國很多古蹟都是新的誒 講出來很可笑吧 OK不要緊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這位是NBA CBA的球星馬布林 大家看到他腳下踩著什麼 貼著一個中國國旗寫著一個China的箱子 這算不算傷害中華民族的感覺 直接踩你們的國旗誒還指名到新誒 算不算顛覆國家政權 好啦你們又在裝瞎了 給你們算愛迪達 這樣就是傷害中華民族的感情 好不好 但先別擠啦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張圖 這是貴國的驕傲 李寧運動品牌的鞋子 他的商品照也踩在了China瓷器上面 你們怎麼瞎了 這個瓷器在故宮在中國的文物市場隨處可見 怎麼辦 這算不算傷害中華民族五千年悠悠歷史啊 你們適合不見了耶 難道是因為你們只買愛迪達 所以根本沒有發現李寧也魯華了對嗎 超級搞笑的對不對 一個國產的牌子賣的比德國百年的品牌還貴 質量也沒有特別比人家好 喔果然都是無腦的愛黨愛國啊 像是我昨天刷到一條影片真的火火會笑瘋耶 是怎麼樣呢 華為這次不是推出了手機7nm制程對吧 結果最近他們推出線上更新系統 更新完之後 直接從7nm變成5nm 太猛啦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魔法的影片 我們又處理一個新的環境寶 更新完了之後啊 看一下 自成工藝有原先的7nm 現在變成了5nm 搖搖禮千 709000S的自帶光刻機了是吧 非常厲害啊 中國的光刻機已經變成數位線上連線就可以雕刻完成的啦 原來晶片升級是靠更新系統 讓晶片的體積慢慢變小 那你們再更新個三次不就變成5nm 3nm 2nm 然後再更新一次變成1nm 哇難怪你們敢說遙遙領先 是我們沒有格局 我們眼界太小的 原來是當在下了一盤大棋啊 結果這次小粉紅還發現什麼 為什麼亞運會的中國代表團都在用蘋果手機用iPhone啊 你們才知道啊 跟你們說幾百遍幾千遍了 講不聽耶 那麼多中國高官的照片拿iPhone手機的照片都給你看了 你還是講不聽耶 這就是你們跟趙家仁的區別嘛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天國手機店 要買啥呀 華為手機遙遙你先支持果貨 支持果貨 支持果貨 華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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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遙遙你先支持果貨 欸你們貴國是不是一個大型的治療現場 每天都有人在發瘋欸 不僅德國的鞋子 美國的手機跟汽車 傷害了中華民族感情 最近連日本的鹹蛋超人 超人力霸王 你們叫做奧特曼 他的一個在中國的舞台劇 也傷害了中華民族感情 一名愛國人是受不了上台大罵 啊連這些都是日本的東西啊 你們就是文化入侵啊 要來消滅咱們中國的 唉...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到底還有什麼樣的東西可以傷害你們 難道你是被安排上台的怪獸嗎 閃蛋超人快去打倒他吧 前幾年有句話 也是從奧特曼出來諷刺中共的 就是你相信光嗎對吧 前兩年的事情 尤其是這一兩個月啊 連續的無腦反日 OK這就算了 結果最近不是中國的 十一連假假期要到來了嗎 從中國飛往日本的航班 全部爆了 旅遊簽證核發的也是 從上個月就開始幾爆 中國團體旅遊客啊 雖然人數是下降 但是自由行的人數卻是暴增的 明顯就是從團客轉去自由行的 而自由行才能真正的刺激到 當地小老百姓的經濟 不再是被這個日本這邊安排的 跟中國這邊的旅行社互相抽成 對吧 所以粉紅怎麼跟你們說的不一樣 核廢水怎麼沒有嚴重減少 中國人去日本玩的意願 再來你們中共說什麼 核廢水非常嚴重對不對 你們非常的重視 那為什麼還讓中國人去日本旅遊 欸你今年年初都敢限制中國人去日本旅遊了 對不對 你現在更為嚴重的事情 傷害健康的事情 你怎麼不限制 心照不宣吧對吧 就如你說的很可怕有輻射 那我問這些中國人去日本 去吃吃喝喝去接觸當地的東西 難道身體不會累積你說的輻射嗎 你們不是說輻射會在這個體內幾千年半摔嗎 那你們不怕他身體這個累積回中國 他吃喝拉薩都在中國接觸人都會擴散那個輻射 他的尿液裡面也有輻射 排便也有輻射 會排到中國的大海 會排到中國各地的這個下水道工程系統裡面 這不是全面中國污染人嗎 結果你們中國漁船還跑去日本的海域捞魚 真的是笑爛我欸 到底這個核廢水有沒有你們說的這麼可怕 還有一位粉紅啊 遲遲拿不到赴日旅遊的簽證 就在小紅書上痛罵日本使館工作的中國人 跟排隊去拿簽證的中國人 帶大家來看齁 我們可以看到他說 等了一個月最後還是被拒簽了 再次為簽證做準備 為日本領事工作的中國人 日本領事館裡面審核簽證的中國人 你們絕對都是漢奸 下面有人說 我愛祖國 日本人應該為排放核污水向所有的太平洋國家道歉 日本人指揮鞠躬不知廉恥 唉你自己不也是漢奸嗎 你去日本要幹嘛 為什麼簽證被拒了又被拒 然後還罵去日本人都是漢奸 還有這兩張圖啊 一一帶大家來點評一下 看來會腦異邪喔 8人寢視 有7個漢奸咋辦 9月23號我在宿舍裡 一個看亞運會的都沒有 只有我在看 而且為了帶動氣氛 開了擴音 還放大聲 真的很不能理解 這些人是什麼心態 想換一批室友 真不想讓他們在這待著 唉 在這邊我只看到你的情緒勒索 在這邊我只看到你 為了自己想要看的東西 開擴音 讓大家 干擾到大家 我看到的是這樣 你看亞運會你才是漢奸吧 下一屆好 亞運會是要交給日本的 還有一個啊 發現室友都玩steam 應該報告輔導員還是公安部門 室友上學年成績年級第三 還搞了不少重測 早看他不順眼了 今天他擅自用魔法登陸steam 我應該立刻報告給輔導員 還是直接聯繫公安部門 我建議你聯繫公安部門啦 然後你在跟公安部門解釋 為什麼你也知道steam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你也知道這個遊戲是外網 可能你自己也有在玩啊 這就是互害 底層互害嘛 對吧 因為你成績比我好 我太羨慕了 所以啊 我要舉報你 我要舉報你翻牆 雖然我有在翻牆 你沒有收證 但我有收證 所以我要幫你舉報 中國人不打 中國人 非常的棒齁 前幾天不是有跟大家分享 一個中國人 他因為這個幫境外公司啊 用BPM的業務需求 被罰了 被沒收了105萬人民幣 結果這件事情 在中國網路上鬧得沸沸揚揚 很多人都認為不合理 結果中國政府還有微博啊 等等B站啊 全部都把這個話題給封禁了 所有拍這種影片啊 幫被害者講話 或是幫這個政府講話的人 通通都給刪了 羊羊大國啊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神也是你 國也是你 最後帶大家來看一下 什麼樣的人 才有資格愛中共 我們看這個 明顯就是紅四代 對吧 他去了非常多國家喔 他參加了人民大會堂的 國慶招待會 什麼樣的人可以去 然後還可以周遊列國 然後非常的有錢 現在中共這個體制政權啊 已經傳承到了四代啦 這就是所謂的紅四代 這就是所謂的紅四代啊 不管他是紅四代啊 或者是中共政界企業洗白的那種 白手套也好啊 反正總之他們都是趙家人 不管他的位階 他的位階應該還是算比較低 層級一點的趙家人 對吧 那我們可以發現去年的那個叫什麼 臉於北極心的那個 女趙家人對吧 他也是個紅四代 他那個時候就在網路上 罵小粉紅看不起中國小粉紅 他說你們這幫傻逼愛黨愛國 我就在國外看著你們愛黨愛國 我爺爺我爸都在中國賺你們的錢對吧 他爺爺只是地方的一個廳局局處長 就可以賺到一億人民幣以上的資產 一個公務員聽集而已 你就知道直轄市的省地方的啊 省委書記那些更不要說什麼 富國級等級的那些 趙家人啊 他們可以賺多少錢 連一個村幹部賺的都比小粉紅多了 所以什麼樣的人才有資格愛黨愛國 總之不會是你們小粉紅啦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記得加入會員來 這次我們讓我們頻道走得更長遠 明天精彩的 我們邀請到一個 在中國被關了兩年的人 我們做了一起訪談 明天記得準時收看 我是爸,下次見啦掰